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熱點快報 我是美玲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一個多月沒有在例行記者會上現身 引起了外界諸多的猜測 據官方披露 他已經從大陸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一職 調任到邊界與海洋事務司擔任副司長 中國外交部官網1月9日顯示 外交部發言人簡介中已沒有趙立堅相關信息 而邊界與海洋事務司的介紹中 趙立堅排在3名副司長的第一名 公開資料顯示 趙立堅1972年11月出生 曾經擔任中共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公史賢參贊職務 並曾擔任大使館臨時代辦 2019年出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 隨後出任外交部發言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通常按週輪流主持例行記者會 自去年的12月2日以後 趙立堅就沒有再主持大陸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經由汪文斌毛寧出面 其間 他的妻子湯天儒去年12月19日在其微博上發文說 買不到消炎藥 感冒藥 退燒藥 好無助 這些藥都去了哪裡了 意思為趙立堅染疫後久未康復而操心 卻被中國網友反諷趙立堅 疫情期間生活在中國你就偷著樂吧 中國外交部戰狼是外交 已是全球出名 作為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嚴厲批評西方國家 被普遍認為是戰狼外交的代表人物 他的不少發言 已淪為國際社會笑柄 例如 疫情期間生活在中國大陸 你們就偷著樂吧 你最好去問問加拿大政府 什麼是人質外交 哪來的底氣和勇氣 對中國指手畫腳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 趙立堅被調離外交部 正是秦剛走馬上任中共外交部長才10天 外界猜測 或許秦剛不喜歡趙立堅的套路 趙立堅任職發言人2年多 這負職平調 試圖前景堪憂 但是 也有觀察人士認為 這是不是也意味著中共對外戰略發生變化? 時評人士孫文銀曾指出 習近平掌權之後放棄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 中國外交畫風逐漸轉向強硬 英國媒體此前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表示 習近平早前曾下達外交政策指令 要求外交官要有戰鬥精神 隨後戰狼湧現 表現出咄咄逼人 不可一世的狼靜 可謂尚有所好 下壁滲煙 蘇文銀認為 中共外交官頻頻上演戰狼秀 據指都是為了政治前途 表演給中央看 誰罵得凶 演得好 誰就能升官封賞 但外交戰狼可能表演得太過火了 反而讓國際對中共更為反感 中共外交也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危機當中 戰狼外交走不下去了 叫轉彎子 若不能把最兇惡的戰狼拉出去祭旗 就轉不了彎 戰狼典型代表趙立堅有可能成為第一個鐵罪羊 中共駐韓國大使館1月10日發布通告表示 根據國內指示 從即日起 中國駐南韓使領館暫停簽發 南韓公民赴華訪問 商務 旅遊 就醫 過境 以及一般私人事務類短期簽證 中共駐韓國大使館表示 上述措施將是南韓對華歧視性 入境限制措施的取消情況 再做調整 中共新任外長秦剛 1月9日與韓國外長朴振通電話 韓聯社報導 朴振表示 韓國政府依據科學 加強針對自華入韓人員的防疫措施 雙方決定為共同解決抗疫新冠疫情 推動經濟復蘇等地區 乃至國際性問題而保持溝通 但在中韓外長通電話不到一天的時間 北京當局就宣布對韓國的報復性措施 韓國政府自本月2日起要求所有從中國大陸入境的人員 在抵達韓國後需要接受核酸檢測 5日起要求登機前提交行前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或行前24小時內醫療機構開具的抗原檢測快塞的陰性證明 但是韓國並非是唯一對大陸的入境人士採取類似措施的國家 就在同一天 中共宣布暫停向韓國公民簽發短期簽證以後 日媒報導透露 北京目前已經暫停向日本旅客發出新簽證 中共外交部也對此作出回應 日本共同社報導指出 中國方面已停止向日本人簽發新的簽證 旅行社也都接獲通知 從10日開始停止辦理前往中國的簽證手續 中共外交部長汪文斌指出 少數國家罔顧科學事實和本國時機疫情 仍質疑針對中國採取歧視性的入境限制措施 對此 中方堅決反對並採取對等措施 日本去年12月30日起實施對中國入境限制措施 對所有來自港澳與中國的航班 開放東京成田 東京雨田 大阪關係 以及民谷屋中部4個機場起降 不允許航空公司增搬 另外包括7天內曾到過中國大陸本土 自中國入境的所有旅客都必須強制接受篩檢 陽性有症狀者將被強制隔離7天 無症狀者隔離5天 日本1月4日宣布從8日起加強針對從中國大陸入境旅客的防疫措施 包括要求從中國大陸直飛日本的乘客 在登機前提供新冠檢測陰性證明 旅客入境時做的檢測也將改為精度更高的核酸檢測或抗原定量檢測 中國大陸與香港邊境於1月8日全面開放 不僅入境不用隔離也都不需要再做PCR檢測 大陸民眾迎來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近3年來第一次免隔離的過境出行 中共當局在實施了3年的嚴苛的動態清零之後 依舊抵擋不住汹涌的疫情 北京 上海 武漢等大城市均傳出了火葬場不堪重負 覆告大量在近期出現的局面 但是中共還是開放了國門 感染人數積極上升 引發外界擔憂 世衛官員指出 中國對新冠死亡定義太過狹窄 因此 難以全面評估該國疫情和實際影響 歐洲多國對本國公民發出旅遊警告 指中國內地新冠疫情爆發 醫療系統疲於應對 外國旅客在緊急情況時有可能面對不能及時獲得醫療協助的情況 呼籲國民非必要暫不要前往中國 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經引入措施 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實施檢疫 德國衛生部長上週表示 來自中國的旅客 將要做至少一次快測才能入境 但最終具體決定 上代德國政府評估後做出 盧森堡已經表示 將會跟從德國做出相應決定 奧米克隆亞變種XBB.1.5 號稱擁有史上最強免疫力逃脫能力 日前入侵中國大陸 由於外界傳言XBB毒株 主攻腦部和腸部 令大陸民眾相當恐慌 甚至出現搶止尿庫的情況 中國民營企業家馬雲創辦的阿里巴巴集團與螞蟻集團分離 馬雲也不再是螞蟻集團的實際控制人 1月10日 杭州市政府和阿里巴巴集團簽署全面深化戰略合作協議 1月10日 據官媒《浙江日報》報導表示 杭州市委書記劉傑表示 阿里巴巴為杭州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貢獻 將堅定不移地支持阿里巴巴健康高質量的發展 落實包容 審慎的綜合監管 全力支持阿里 正當創新發展的引領者 報導稱 在簽約儀式上 杭州市政府制定了具體措施 以幫助發展網路平台經濟 阿里巴巴集團是在杭州成長起來的世界500強企業 2013年 杭州市與阿里巴巴集團簽訂戰略合作協議 開啟一座城市與一家企業的合作 如今 官方與阿里巴巴集團再次全面深化合作 據阿里巴巴集團去年所公布的財報 其利潤已經出現大幅下降 隨著這份財報一起公開發布的還有股東名單 在這份名單裡並沒有出現馬雲的名字 並且 他在阿里巴巴集團內已經不再擔任任何職務 所以他的具體情況沒有繼續公布 而經過整改770天以後 螞蟻集團又和馬雲切割 馬雲不再是螞蟻集團的實際控制人 1月8日 阿里巴巴集團在港交所公告 螞蟻集團宣布主要股東投票結構變化 變化後 馬雲將不再控制軍漢和軍澳持有的螞蟻集團多數投票權 軍漢和軍澳將分別由不同的普通合夥人實體控制 任何一家普通合夥人實體 竟不受任何單個人是控制 阿里巴巴集團在螞蟻集團的股權保持不變 以及阿里巴巴集團或任何其他股東 竟不控制螞蟻集團 北京當局近年來一直試圖強化政治對經濟的控制 包括控制那些積累了巨額財富 但被視為影響力超越了允許官方範圍的民營企業家們 馬雲曾被中國官方吹捧為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典範 但是後來與當局的麻煩越來越多 尤其是在他於2020年10月底公開批評中國金融監管機構之後 近年以來他已基本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 海外智庫天津政經撰文 政治對手小金庫成金礦 習近平坐地收錢不收軟指出 在中國生意做大了 不可能不和政治產生關聯 像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在2015年達我斯論壇上所說的 只和政府談戀愛 但不結婚 是不可能實現的 最終 螞蟻集團的人脈和金脈被披露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響 下到了中南海高層 於是 中共翻臉不認人 成為馬雲那場戀愛中的渣男 並下重手打擊阿里巴巴集團和螞蟻集團 螞蟻集團原計畫於2020年11月5日在香港上市 引發了各界關注 各類金融機構和散戶投資者參與熱情高漲 據機構估計 螞蟻集團總市值可能達到驚人的2.1萬億元人民幣 一度被輿論稱可能創下最大的IPO新記錄 然而IPO前夕 具有戲劇性和震盪性訊息接踵而至 令輿論華人 繼中國四大監管機構 中國央行 中國銀保監會 中國證監會 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共同約談集團高管 包括當時的螞蟻集團實際控制人馬雲 董事長景賢棟和總裁胡曉明之後 上海證券交易所2020年11月3日早間突然發布通知 宣布暫停螞蟻集團上市的決定 目前尚不清楚馬雲不再控制螞蟻集團 對這家金融科技巨頭恢復上市的計劃有何影響? 但由於證券交易所的各種要求 股權調整可能會導致該計劃的推遲 香港交易所要求股權變更後須有一年的等待期 其他證券交易所則要求2-3年的等待期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分享和點讚 我們明天再會 好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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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鬆 好楽器 好楽器